嗯 你好,財經揭露,第二節是講美股的 是,大家好 江志瑜CAP了一張Bitcoin,Bitcoin也升得幾零例 是,是,是 那,黃志光是由疫情講起,好嗎? 由疫情講起,先不要講Bitcoin Bitcoin升到四萬六,我覺得是我的興趣 不過你講的,疫情也對的 是,是,是,因為我想整套講,就是Bitcoin 那,疫情來到這裡,其實也開始高了,你看到 不如忘記,我們現在還沒進去夏天 沒進去冬天的,上次冬天的時候高峰 那今年會不會是冬天的時候高峰呢?你猜一下 我記得好像特朗普選舉的時候,11月頭 嗯 美國每天都20萬 看回現在你給我的測,也是 就是他臨選舉才是最壞的時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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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傳媒就不是很講 但是呢,其實會不會如果這樣繼續惡化下去的時候 其實會對整個經濟有一個很重大的打擊 遲些 我們不知道華爾街什麼時候拿出這件事出來說 但是其實都 有一點點訊號的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在後面說 是啊 我們看回 我們現在看比特幣了 又不要補習的那些 我覺得挺好的,其實 挺開心的 這件事 那些股價就倒下了 那 下節也會變成很多的 美資的投資者就有損失了 中資也會有損失 就是這樣 那 那 那 美國 你覺得他們現在 是想走些什麼 美國 我就未必這麼認識 只是看他居高不下 什麼都居高不下 你不知 叫萬五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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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中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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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那 就是 什麼 其實美國的企業是頂住股市、債券可以繼續印錢 另外就是自己放一隻比特幣出來 華爾街放一隻黑暗勢力的比特幣 外來就是收其他省戶的錢或者大戶機構的錢,嘗試用比特幣來取代黃金 因為黃金是美元的黑色,如果比特幣吃了黃金就非常有利,我怎樣印錢也不怕 然後就是繼而打擊這個商品,把通脹下去,這個純粹是我自己做夢的 那會不會是這樣呢?何志光你覺得 因為比特幣真的是任去玩的 你知道那些沽空啊,那些全部都是華爾街控制參與的 你說他要有這樣的圖謀,那我覺得都可信的 究竟他能否達成我,我就不知道 是啊,以必高為例,你看到我下面有一個向下的頻道 那時候如果在圖表來說,這些是很差的 是真的下望下去,兩萬啊,一萬九啊 就是那些的,那上兩次我們都說過啦,忽然之間呢 就是這個Amazon的廣告說請這個 Crystal的expert進去,高層啊,研究 究竟零售可不可以用比特幣呢? 那跟著又Google的時候又想這件事情 那於是呢,比特幣就開始夾了 那其實如果在下面,因為看著圖樣,而沽空的呢 就真的輸到很慘的了,真的 那現在又更上一層樓 那我就查過下面的那些尿聲 我就說其實美國政府在想著 就是怎樣立法呢,比特幣呢 可以在一些的平時生活裡面怎樣用呢? 就是零售市場裡面怎樣用呢? 所以今天呢,就7%了 升,7%了 那就上到4萬6千 那會不會上到5萬呢? 那大家拭目以待啦 那總之就是這個東西出來呢 基本上就是在富企那裏 在美國富企那裏是有些用途的 那有些是有所為的 那我們看看怎樣 那中國會不會容許它繼續這樣升呢? 那我們又看看接下來怎樣發展 那我們看看 那下面有一幅呢就是今晚的 這個commodity的報價 那之前呢美國說通脹就很高啦 那星期五呢 他們就說,哇,飛龍很正啊 那失業了也有改善啊 那不就忘記一下這些data呢 可以之後改回的 那第一個version放出來 於是這些人就放風出來說 喂,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如我們停止買債啦 那於是就美金升啦 那就美債跌啦 美債息又升啦 那接著呢 commodity就開始受壓力啦 OK 那你看到全部版面都是紅色啦 那最多是銀色啦 那其次就是黃金 那上面那個dbc呢 第一行的dbc呢 是跌1.7%算多的 這個是那個commodity的index來的 OK 那很多的暫時來講 就是貴金屬是跑得最差的啊 就是差不多落到52周身低啊 52周低位 是 那有個別的貴金屬是跌得很燦麗的 很燦麗的 這一期 啊 那我們跟著看下去了 啊 我們看資產圖啊 好嗎 啊 是啊 油價呢 油價呢 就看它70幾元跌到60幾 這樣咯 是 又說都不算說 都幾明顯的 是明顯的 這樣就 其實是三張圖的 三行圖 第三行的第一個是油價啦 OK 是啊 那我之後這樣說 有一點點 就是想調整 如果它再跌深一點 就樣子可以差 這些圖其實都要很小心的 就是它搞到加幣都一起跌 我看到 是啊 但是貨幣暫時來講 影響不太大 加幣和油的關係强一點 所以加幣跌了一點點 是啊 那現在的情況都幾 就是幾 失去方向 uncertainty 可以這樣說 好了 我們看這個 第二行第一個的 美元 OK 美元指數 那我綠色圈那裏就是 這個就是 現在看全年 其實全年都是一個波幅裏面而已 綠色圈那裏顯示到近期的美元是升的 也都是升回到頂位那裏 即是93那裏 那裏 那裏也是在纜維裏面 OK 所以 你說因為這樣 而令到那些 commodity這樣跌呢 我又覺得 有些誇張的 OK 但是其實另外一件事 我自己比較擔心 就是 那些油跌 commonity跌 還有那些 油股啊 礦股啊 跌得比較厲害的 貴金屬跌 那如果因為星期五的飛龍正 這樣說會是縮表 就這樣跌 就這樣跌 其實又好像不太合理 這件事 反而我是擔心 是疫情的緣故 如果疫情不受控的話 經濟再次停頓呢 那很多的 commodity 就會真的跌了 如果是這樣的 疫情的緣故的話 股市也會跌 OK 只不過現在可能還未開始 這個純粹是可能性的 可能 我們現在不知道的 OK 好了 接著我們可以看一下 下面第三行 有隔離的 就是金礦股 OK 金礦股呢 這幾天跌得急 而要留心 其實七月開始的金礦股 都做得不理想的 黃金升 它只不過是打橫的 美國金礦股 所以其實已經有些信號 不太對勁了 現在衝下去 看看會不會是試 今年的低位 OK 而且這兩天都跌得急 那旁邊是黃金 黃金也是一樣的 黃金現在去到1700邊 是試回之前幾個月的低位 那其實頭也不回 那只不過 Ian就說 那個藉口就是星期五 就是飛龍的就業數 正 停止縮表 那些 這些藉口 那也是 整個 貴金屬 是向下走得很急的 你的圖書 1760 175幾 我現在看手機 就跌到1726 那個裂口 我想你截圖就沒辦法了 我想一兩個小時前截圖 其實這樣的 這張圖 它永遠都是不更新的 OK 我估計 差幾個小時 但我大家 我們做節目那一刻 剛剛是過了12點之後 我先解釋一下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拿過index的這些圖出來 那個網站永遠都是不更新的 差一點 不是,是差一天 是上個街的幾天 如果我可以跟到的 那是ETF才可以跟到的 那到時候 那些ETF報價 那大家就很混亂了 大家看過畫面176幾 但是我們做節目那一刻 再跌多30幾人 都近四人 都幾狠 這些斬倉 這些不是斬倉 這些鎮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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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華爾街是做得很盡的 我們現在覺得 他現在這樣做法是很盡的 也都不讓有槓桿的人 有還手的機會 其實他想你們的槍 就是打出來的 其實就是 是不是 就是說真的 有幾多正常人 是有整手黃金的 其實沒有什麼的 OK 那外面街外看得很 就是很沒忍的 對黃金 因為已經走了八個月的調整 應該是 上個八月開始調整到現在已經足足一年了 你還要是輸的 那說真的 就是誰會有人呢 是不是 那現在就只不過 有些朋友他真的認為 美金真的不行的 所以他堅持 他的資料有黃金 就跟他捏過 那如果說槓桿重的 那其實上個幾次 就已經打了 什麼都打了 其實這樣搞法 那現在他會不會讀到就是 射穿1700 射穿1600多 那個位 下低一點 然後嚇到所有人都要雞飛狗走 那大家就拭目以待 看看他會不會這樣做 那 對金甲重來說 你是對黃金的忠誠者 對美金是極之厭惡的 所以才能夠抵受得住這些東西 加上槓桿不高 才能保持得到黃金 如果不是真的都很丟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些美國金礦股會不會跌得比黃金更加深呢 是吧 那現在銀已經跌得空過黃金了 OK 所以那個貴金屬其實就有其他的那些白金那些 所以會不會真的疫情很嚴重呢 所以這些貴金就先行呢 那大家一一步一步看 總之來到8月9月這些時間 即是市場的波動就開始來的了 可能 那好了 接著我們看了 下面 ZROZ 有一點點頭 那25年期債券有些的調整出來 那美金升 美債跌 接著美國的債券的息口向上 OK 其實這個組合也是有機會對股市 對很多的資產有問題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可能在走劇本就是減少賣債 所以那個債息就會向上 OK 好了 接著我們看看美國那三隻股票 那三隻股票指數 那麼 在頂位行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改變 就繼續輕微向上 就是沒有其他改變方向的情況 OK 那 何止江有什麼想補充 就是美股那個情況 講到這裡 沒有的 就是很悶 幾個月都是這樣 股票就是 股票那邊是很悶 但是那些貴金屬當然就 嚇到媽媽都不認得了 是啊 還有 還有 我不知道遲天會不會移動那些 那些油啊 或者Base Metal 就是Cup Copper那些 所以 所以大家都是 要看實一點 是啊 是啊 好啦 又是何德銀行 他幫我們總結 阿爺不斷去槓崗 哪個行業 熱炒就搞誰 今天或者有很多人不開心 但長遠看 當下一個環球金融風暴發生之時 中國會是全世界受傷害最少的地方 美國不斷印銀子 谷股市 阿爺不斷去槓崗 相信阿爺是預視環球股市很快會出事 甚至阿爺會出手夾爆美國政府 例如讓人民幣升值 輸出通脹 賣出美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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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肯定會做的了 讓人民幣升值都會做的了 看看 什麼時候按那個按鈕 你八月底 你無端端整個新冠 老屈說大陸武漢實驗室出來 阿爺那時候就正式反擊你了 谷人民幣升 還有扔你美債 可能是那時候做的 總之 美國要做些事情 中國一定要還拖 怎樣還拖 就有很多招 其中兩招 他數了 好像萬曼洲都快 萬曼洲美國那邊決定 他可以隨便說些事情 又去拖 如果他夾萬曼洲去美國 只要萬曼洲一上飛機 匯豐就出事了 看看萬曼洲 萬曼洲一天沒事 匯豐暫時還沒有事 萬曼洲夾去美國 匯豐就死定了 順便一提 維他奶今天開始 跌穿二十紅十九元兩個位 幕後輸到牛奶 維他奶算了 那些行為 那些行為 買股票 一定要看清楚 背後的政治理念 不要亂來 那些人說他叫維他奶 有什麼理由 我們想到他想不到 如果他那個時候 一個月前出事 不久 立刻搞一隻反恐基金 維他奶 反對恐怖主義基金 你搞一隻 捐回你一千幾百萬 叫他有誠意金 那你捐進去 不一定很快去洗 是吧 但是你做了那個樣子 應該是挽回到 但是他什麼都不做 只要出一個冷鬼聲明 我就真的 不是很明白的 那些行為 嗯嗯 沒錯 是啊 喂 非常好 總結一下 多謝韓蘭行郎 OK 是啊 好 我們已經差不多了 對 差不多了 以上沒有投資 純粹發瘋 OK 好 好 好 先